这话听起来倒是有些道理,好吧,就以含兄之言,反正我们三人联手之下,对付一个统结海兽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。 嗯,我也觉得道友之言更稳妥一些。 既然两位道友都没有什么意见,但我们就动手吧。 为了以防万一,或者惊动附近的其他海兽,我先布置一个联系阵法,一会儿好遮掩我们灭杀此兽的动静。 石坤二人闻言自然不会反对,于是韩力手掌一番,漠然多出了一叠震气出来,往空中猛然一抛,口中念念有词。 顿时十几道颜色各异的光芒一现而出,往海面中击射而去,一闪之下,漠然消失不见。 但下一刻,整个岛屿四周海面中突,十几道粗大光柱冲天而起, 然后一散之下,化为一层几乎淡若不见的白色光照,一下将整座岛屿都照在了其中。 会小心其间,我也逐到有一臂之力。 斗篷女子见此情形,怠霉一条,随后此女单手一扬,一件淡黄色的圆盘状法器一飞而出, 瞬间,顿到了比白色光幕还要高出百余杖的虚空中。 接着流水而伸出一根鲜鲜玉纸,冲高空凝神一点, 那黄色圆盘滴溜溜一转,也放出一层黄色光幕来, 灵光闪闪地朝四面八方一散而后, 竟将寒厉震齐所化的白色光照也笼罩在其中。 这层性质的话,想来就算我们在里面打得翻天覆地, 也应该不会引起其他人注意了。 呵呵呵,如此的话,施某倒是能放手一转了。 施坤哈哈一阵大笑,随后通替黄光一扇, 体表竟立刻浮现出一件深黄色的战甲, 将其大半身躯都包裹其中。 接着黄芒一闪下, 施坤竟然二话不说, 一下没入两层浸置中, 直奔下方岛屿扑去, 远远看去仿佛一颗黄色流星从天急坠而落。 轰得一声后, 黄光漠然在岛屿最中心处的一小片树林中落下, 一圈圈肉眼可见的黄色波浪, 以此为中心, 刺散而开。 无论山石还是树木, 所有被黄波波及之处, 均都无声地寸寸碎裂化为了粉末。 偌大的一座岛屿, 瞬间攻附所有高歇的东西全部被一扫而空, 变成光秃秃一片的平地了。 而在这平地中心处, 石坤傲然站在一片凭空凹下的树齿深的大坑中, 并将一只黄蒙蒙的拳头从地面刚刚一手而起。 刚才这般惊人的举动, 竟是他用一拳轰击岛屿地面所致。 看到如此惊人的一幕, 斗篷女子身形微微一颤, 而韩丽双目也是一下微眯了起来。 看来这位石坤不愿修炼什么合机秘书, 对自己颇为自信的样子, 果然不是白来的。 早知道石锦族本就是以肉身强大的著称, 但以上族境界就有这般可怕味呢? 看来这位石道有修炼的功法也是非同小可的。 斗篷女子突然以一种急踢的声音喃喃了几句, 仿佛在告诉韩丽, 又仿佛自语的样子。 韩丽听了后却神色如常, 犹如未听到一般。 下方石坤似乎对自己刚才的一击也大为满意, 一仰手想要冲空中的韩丽和流水而说些什么, 但就在这时, 小岛一阵剧烈的晃动, 附近海面的黑色海水也开始翻滚沸腾起来。 几声之后, 七八根黑乎乎的粗大东西, 一下从小岛四周海水中一冲而出, 足有两三百丈之高, 仿佛高耸入云的晴天黑柱。 但这些柱子咯咯哒哒, 表皮如动不已, 让人看着是不禁毛骨悚然起来。 韩丽芒凝神一看, 才发现这些东西哪儿是什么柱子, 分明就是一根根奇出无比的巨大触手。 这些触手不但遍布黑红色的花纹, 表面一个个车轮般的巨大肉盘, 形象实在是猙獰异常, 石坤一见此景, 二话不说, 单足一跺地面, 身形就巨弩般积尸而出。 只是一个闪动就到了其中的一根触手跟前, 手臂一挥, 一道刀芒般黄光, 石鱼丈长, 一闪斩出, 哭斥一声, 黄色刀刃仿佛犀利之极, 触手竟轻易地被一斩两截, 从断口处喷出了绿色的血液, 然后吓起了一场绿色星雨。 石坤见此得意的一阵狂笑, 身形一晃就要奔另一根触手再次飞扑而去, 但这时, 小岛下方一阵雷鸣般的巨吼传出, 镇的附近天空嗡嗡作响, 大汉身形一顿, 脸色微微一变, 原本断掉的那根半截的触手忽然一甩, 伤口处绿血立即止住, 反而是喷出了一股股浓浓的绿气来, 腥臭之极。 石坤也是厮杀经验丰富异常之人, 毫不犹豫身形一退, 立刻到了三十余帐外, 以防这些绿气有什么诡异, 但这一番举动, 显然是算了, 那些绿气冲天而起地往空中一凝下, 竟然幻化成了和先前一般无二的完整处手, 石坤脸色一沉, 但毫不犹豫的反手又是一盏, 又一道树杖长的刃芒飞斩而出, 但这一次, 新成形触手表面的肉盘纷纷一胀一缩, 一股股黑色光霞一喷而出, 黄色刃芒一斩到上面, 竟然发出金属摩擦般的尖明, 显然还是破开部分黑光, 但刀芒最终在离触手近在咫尺的地方, 化为了无形, 这时小岛下方的吼声越发的高昂, 那根触手猛然往下跌, 仿佛泰山压顶, 奔石坤狠狠落下, 尚未真的落下, 一股恶风就先凭空生气, 让人在风中几乎不能站稳身形, 石坤面色一凝, 口中一声大喝, 手臂挥, 一只黄蒙蒙的拳头奔空中一击而出, 这一次, 韩丽和流水儿在空中都看得清楚, 石坤拳头竟在出击的瞬间, 气球般的一下膨胀起来, 足臂原先巨大了五六倍的样子, 并且数个黄色符纹在巨大拳头上一下现出, 滴溜溜一转就爆裂开来, 一轮深黄色的光运, 一圈圈的波浪散开的波纹, 巨大触手方一接触黄光, 表面立即一阵扭曲, 仿佛被一股无形距离搅动一般, 开始一节节的崩溃碎裂, 而掉落下皮肉绿血又被光浪一扫, 再次寸寸粉碎溃散, 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, 这石坤的一拳似乎微能游胜先前地倒上一击, 这一次连韩丽也是骤然吓了一跳, 但是此举显然也彻底激怒了小岛下方的不知名海兽, 狂吼之下, 其余几根触手同时挥舞, 一下化为无数黑影, 密密麻麻, 奔石坤一招而去, 这些触手如此庞大, 挥动之下, 挥蒙蒙的飓风大起, 将整座岛屿都卷入了气中, 一时间, 黑影飓风交织一起将石坤彻底淹没在了气中, 看来无许我们出手, 直到有一人就足以解决这头海兽, 的确如此, 石胸入身强横至极, 这海兽纵然有几分神通, 最终还是会落了个陨灭下场, 不过此兽似乎拥有不灭之体神通, 我们还是直接潜入海面之下, 将其本体解决掉得好, 毕竟时间拖得长, 并不是什么好事, 这话有道理, 恰好, 我正好修炼的是水手行功法, 此时候本体就教育我好了, 既然仙子如此说了, 韩莫却不争此事, 韩莉略有些意外, 那马上一笑同意了, 流水儿也不在其他话语, 单手一掐绝, 体表蓝光一闪, 化为一道蓝色惊红, 直奔下方击射而去, 只是几个闪动后, 就没入海面中, 不见了踪影, 几乎同一时间, 原本被飓风和触手所化的黑影笼罩的小岛, 却再次爆发出连绵巨象来, 韩莫不离一望而去, 在岛上, 一团团刺目黄芒, 硬生生地撕裂飓风显露而出, 同时一股惊人的燥热之气冲天而起, 附近虚空, 剩下两层禁止被一冲之下, 都为之微微晃动, 而在这轰鸣声中, 石坤的笑声却隐隐传来, 仿佛正打得兴起, 这也不会是传说中的斗法狂吧, 以前只是听说过有这种人, 不过现在倒是今夜目睹了一位, 韩莫苦笑一声, 随手向虚空中以挥袖子一片光霞飞卷而出, 一下没入白色光幕中, 原本晃动的静置一闪下, 再次纹丝不动, 就这样, 石坤在小岛上大发神威, 将那些触手不断地击碎, 那些触手则不断喷出氯气, 又会飞快地再次幻化如初, 一时间有些僵持不下, 但是片刻的时间后, 小岛下方售吼声, 越来越凄厉, 附近海面剧烈翻滚, 一波波百鱼杖巨浪, 凭空在附近海面升腾, 并飞卷之下, 从四面八方朝小岛气势汹汹而去, 如此惊人的海浪, 真要击在岛屿上, 恐怕整座岛屿都要一下被击沉小半去, 韩莫在空中一见此目, 脸色一沉不加思索下, 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, 漠然从袍袖中一塌而出, 无止一分冲下方虚空一抓, 顿时破空声一起, 五道颜色各异的寒雁, 从指尖处击射而出, 一闪之下, 凭空注入到了原本笼罩整座岛屿的乳白色光幕上, 光幕一晃下, 颜色为之一变, 也化为了淡淡的五色, 这时巨浪一转之下, 也以惊涛骇浪之势, 纷纷撞击到了光幕中, 看似稀薄无比的仿佛一击就破的光幕, 表面骤然间, 五色光芒一阵流转, 海水一颤之下, 顿时凝结不动, 净化成了晶莹剔透的寒冰, 如此一来, 在五色光芒闪动不止之下, 诡异的情形出现了, 整座小岛四周, 凭空多出了一圈巨大的淡蓝色冰墙来, 将后面连绵不绝的海水, 全都硬生生地挡在了外面, 而韩丽本身却安然无恙, 韩丽剑子满意地点下头, 将手掌一缩而回, 巨浪时拍打了几次冰墙, 就诡异地消失了, 甚至波浪一散之下, 海面一下变得风平浪静起来, 就在韩丽目光一闪, 露出若有所思之色, 忽然一声巨响下, 一道人影从小岛上一冲而出, 一闪地悬浮在了半空中, 怎么回事啊, 这海兽怎么不攻击了, 难道是柳道又出手了, 那人影自然是石坤, 她的目光朝韩丽这边一扫之下, 露出了一丝诧异之色来, 韩丽闻言一笑, 正想说些什么, 小岛一侧的海面, 突然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巨大漩涡来, 海水围着此漩涡一卷之下, 一个仿佛小山的黑树尸体, 从里面一浮而出, 却是一只浑身乌黑的巨大章鱼, 不过这章鱼不但体型巨大, 头颅一面, 竟隐约仿佛一名凶恶男子, 甚至在其身体两侧, 除了那些巨大触手外, 还另外有两只粗大手臂, 各自手持一件赤红色的长枪状冰刃, 搜的一声, 一道蓝光从海兽尸体穿透而过, 在空中一个盘旋, 漠然出现在韩丽附近, 顿光一脸, 光芒中出现了流水儿的恶魔身影, 果然是柳仙子出的手, 柳仙子真是好手段, 这么短时间就解决了此树的本体, 没什么, 要不是师兄牵扯住此树大半心神, 我怎可能如此容易得手, 倒是韩道友神通不祥, 竟能将此海水凝冰成川, 哼, 两位道友何必如此自欠, 既然此树一死, 我等赶紧撤去禁止, 到岛上去, 韩丽却打了个哈哈, 听韩丽如此一说, 石坤二人自然没什么反对以前, 当即石坤直接往岛上落去, 而韩丽和斗篷女子则分别释放, 将空中的禁止抬手间撤掉, 韩兄, 这些冰墙不能就这么放着, 也太热眼一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